这一部分大家要注意就是 它并不是用来放大信号的 这一部分的电路是用来提供静态偏执的 它的特点横流 横流主要是我们看到它是 负载变化的时候电流是恒定的 没有信号的输入端口 第二节也是我们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内容 差分式放大电路 差分式放大电路这一部分内容 我补充了前面两小节 我们的标题 这一节标题里面没有前面的两项 只有这一项 差分式放大电路基本概念 直接有和放大电路中的零点飘移 这两个问题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讲一讲 书上也有这些问题的讨论 但是都是分散在里面的不集中 我们把它拎出来 最重要的首先要建立概念 这些概念什么呢 差分式放大的概念 建立这个概念我们通过这个电路的例子来说 这个电路大家都见过 这是一个求插电路 第二章我们讲过 它的条件如果满足这个电路比这个电路等于这个电路比这个电路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还记得吗 VO电压等于两个电压之差 再乘以这个系数 就这个 这个是它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写成这样的形式也是一样的 就是用VI1减去VI2把它换个位置 换位置前面多个负号 这个应该是数学上面的一个表达 换个形式 一样的 习惯上用1减去2 我们把它换成这样的位置 到了这里 实际上我们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放大电路的话 它放大的是输入信号是什么 VI1减VI2 它放大实际上是个差值 那争议我们可以这样写 VO比上这个差值电压 VO比上差值电压 这就是它的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 那这个放大电路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电路仅对两个输入信号 的差值 VI1减去VI2 对这个输入信号的差值进行放大 当VI1 VI2相等的时候 你想想看 VI1 VI2相等的时候 就是等于0了吗 它等于0 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0了 就没有了 你看 差值如果等于0了 输出也就等于0了 也说明 这个电路实际上 仅仅对它的差值电压进行放大 而对这一端到D的电压 和这一端到D电压到底有多少 实际上是不关心的 是不关心的 这就是差分放大的概念 这个例子里面理解差分放大 实际上比较容易 它就对这个差值进行放大 当然我们是以这个电路为例 来引入这个差分的概念 实际上差分的概念在后面 我们还会进一步进一步的去讨论 以电压信号为例 把刚才那个差分的概念 用框图形式描述 两个输端 这个输端到D之间 有一个电压VI1 这个输端到D之间 也有一个VI2 两个都是不为0的 那就说 这个放大器的这两个端子 可以都不接地 可以都不接地 我们回应一下 前面讲的BAT放大电路 或者FET放大电路 它其中一个端总是接地的 对吧 其中一个端总接地 但到这不一样了 到这里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 差分放大电路的原因 因为第四章第五章 讨论的放大电路 实际上对于信号放大来说 还不完整 还没有说完 信号放大很多情况下面 实际上是这种差值的放大 那么对于这种差值放大 三级管电路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部分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到 这里实际上才开始谈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不讲差分放大 对于信号放大这一块 实际上是缺了一块 是不完整的 知识体系是不完整的 放大电路这一块 那这一部分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跟前面的放大的概念有差别 这一点对地电压 这一点对地电压都有 然后他们的差值电压 VID那边输出 以这个框图为例 我们引入的概念 很重要的基本概念 VID等于V1-V2 这是插模信号 除了插模信号 我们还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共模信号 这个信号形式跟前面的我们讲的不太一样 而共模信号的这种形式 实际上大家一看 这不就是算数平均吗 对吧 就是两数端的电压的算数平均 这个是两数端电压的差值 AVD出现了 争议了 既然有插模共模两种类型的信号 那么它的争议也出现两种形式 这个叫做插模电压争议 这个叫做共模电压争议 但是注意 对这个VO一撇和VO两撇的理解要准确 不能够含糊 VO一撇 它是仅仅由插模信号产生的输出 不包含共模信号对输出的影响 去掉共模对输出的贡献 剩下的就是仅仅是插模的贡献 这个底下两撇呢 VO两撇是仅仅是共模信号对它的贡献 而不包含任何插模信号对它的贡献 所以这两个一笔就是插模争议 这两个一笔共模争议 注意这里的下标 出现了新的下标形式 I V 这个大家都清楚 这个I是input输入 这个V是电压争议 后面关键是D和C 什么意思呢 D difference 差值 C common 公共的 所以这两个字母的含义 你清楚你一看 这个什么意思 这底下是一样 这个D和C是一样 好 这两个电压输出电压有了 我们说总输出电压应该是什么呢 利用叠加原理 VO一撇加VO两撇 加起来 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它 带进去 这一部分就是插模输入信号对输出的贡献 这一部分是共模输入信号对输出的贡献 衡量这两个争议之间的差别 插模争议共模争议 衡量它们之间的差别 有一个特定的指标 这个指标叫做共模抑制比 这五个指标 这五个概念非常重要 理解差温放大电路非常重要 共模抑制比它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是反映抑制零点飘移能力的指标 关于零点飘移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字面上大致可以理解 但是不是不是很非常的清楚 那么后面我们还会谈谈这个事情 抑制零点飘移能力的指标 好 这是关于差分放大电路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概念 这些概念我们后面要熟练的应用 概念一定要清楚 下面我们再把这个表达形式换一下 我们不是知道这两个插模共模信号了吗 我们换一换 换成什么呢 换成VI等于这个插模共模的表达 这是VI它插模共模的表达 VI2插模共模表达 从这里到这里完全是一个数学上的运算 这个很简单 把表达形式换了一下 但是到了这个结果以后 我们说就可以把输入信号的形式 进行等效 原来我们说VI1到D的电压 就是标的VI1 VI2到D电压就是VI2 但是有了插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这个表达可以换成这种形式 你看VI1 VIC加上这一部分二分之一 VID就是这个 而VI2是这部分共模再加上这部分的VID 这一部分VID它是负的二分之一 负的二分之一到这里 这种等效实际上为我们分析这个插测放大电路 带来非常的这个方便 可以使得后面的插测放大电路分析变得非常的容易 因为这两类信号特性完全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看这两个VI2的这个表达形式 就会发现共模信号相当于两输入端信号中相同的部分 VI1和VI2两个部分 大家都有VIC一样的相同的部分 插模信号什么呢 你看这两个数段 这个是正的二分之VID 这是负的二分之VID 所以插模信号相当于两输入信号中不同的部分 这是相同的部分 而我们更常用的描述是 这样一句话 更常用的描述 这句话呢 以后我们经常要提到 两输入端中共模信号大小相等相位相同 大家都是一样的 共模信号对两个输入端来说 它所产生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大小一样相位相同 这叫共模 这是对两输入端产生的影响 插模信号呢 对两输入端产生的影响是 大小是相等的 相位相反 这就是插模信号 大小是一样的 相位是相反的 插模信号 这两类信号对输入端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好 这段红字描述的这句话呢 大家以后要记住 要很熟练 我们经常会用到它这种影响的概念 后面呢 就把它可以用叠加原理分解了 你想这种输入信号的激励形式 就是我们如果只考虑插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里的共模激励源置零啊 把共模激励源置零就是这里短路嘛 这里一短路它的形式就是这个 当把共模信号短路以后 置零以后就剩下的插模 这种情况就对这个电路来说 它完全就是插模输入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仅考虑共模的激励 把插模置零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 这个是短路 这个短路对吧 这两个短路 好 就是这个 这就是共模形式 这种形式实际上是可以用来 为我们测量这个放大电路 它的共模争议 你看啊 把这两个数据并联在一起 接一个信号 这个时候这两个数据端输入的信号 是不是完全只有共模的 没有插模吧 有没有插模 这个减这个等于零嘛 它插值得给等于零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 是仅有共模输入信号 那我们现在测得这边的输出电压 测得它的一个值 用这个输出除以这个输入 这个时候的争议是什么争议 对 就是纯粹的共模争议啊 这就是纯粹的共模争议 那如果我们想要测量一下 这个放大电路的共模争议是多少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测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测 上面就是插模争议 如果你的输入信号能够这样接入的话 你可以直接测出插模争议来 这是我们讲的最基本的 关于插模共模 插模争议 共模争议 共模一致笔 最基本的概念 很重要的是插模信号 共模信号对输入端的影响 这个是更重要的 因为其他的概念应该大家很容易记住的 是吧 下面我们就要说 区分插模和共模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把信号分成这样两类 对吧 我们知道是可以这样分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一个有例子 很多信号就是插入信号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电桥平衡 大家想的 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检测 这个电桥的平衡状态 电桥平衡 我们知道 这个四个电阻构成的 这个电桥 如果它平衡的话 A点和B点电位应该是相等吧 A点电位 B点电位相等 也就是说A点的电压从这里送进去了 B点电压从这里送进去了 后面这是不是一个差分放大 那是放大这两个输入的电压的差值 如果这两个相等 这里输出应该是零吧 那不就可以检测这个平衡状态 所以我就用这个电路 看输出电压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桥是不是平衡 当然这个输出电压等于零了 意味着这电桥平衡 你看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要放大插模信号 我们不关注共模 大家想一想 这个电路里的共模是什么 A点的电压加上B点电压除二是不是就共模 对实际上就共模 如果平衡的时候 那就是这点到D电压和这点到D电压相等了 就平衡了 这点到D电压不等于零 这点到D电压也不等于零 但是它们都是属于共模信号了 如果电压平衡就是直接相等 那这个地方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加电压跟随器 不改变电桥平衡状态 不会对电桥平衡造成影响 对吧 如果我们不要电压跟随 这条之路是不是要有电流 这条之路要有电流 这个电流一分流 在这个节点上一分流 这个电桥就破坏了平衡状态 所以你要检测在电桥平衡 这一地方只能把电压检测出来 不能让它有电流 不能让它有电流分流 这边不能让它有电流分流 你如何让它没有分流呢 要用输入电阻无穷大的放大电路 来放大这一点电压 所以电压跟随器的这个输入电阻端口 是不是没有电流 虚段这也没有电流 这就是用电压跟随的这个目的 大家可以看到 电压跟随器实际上看上去没有争议 但是很多地方用起来很好用 当你需要 不能够对你被测量索取电流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电流 有电流的话 这个影响就不行了 是吧 你对原来的这个信号会产生影响 它的关系就是这个 简单的 虽然共模不等于零 但是输出可以等于零 对吧 只要电桥平衡了 就可以等于零 这个电路可以用来干什么 测电桥平衡 实际上可以用来干什么 测温度 可不可以啊 怎么测温 这里换证明电阻可以吧 还有可以测重 对 亚米电阻 这都可以啊 就把它的这个传感器换一换 都可以测别的东西 电桥的应用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很典型的 测插模信号的啊 测插模信号 还有呢 就是可方便去掉背景噪声中的干扰 提起需要的信号 应用的例子很典型的 比如说人的这个心电信号 你测心电图的这种方式 你心电图的测量的时候 要有电机夹在手臂上面 腿脚上脚腕上面 它测什么呢 测你这个脚上 比如说加个激励 然后脚上通过你人体传到手臂上面 这个传递的过程 传到右手传到左手的这个过程 但是你人体整个对你的这个测试仪器的那个地 它们之间是有很高的共模的 有很高共模的 就是你整个人体相对于三个电极来说 三个电极对你电路的这个地来说 就有很高的共模 但是从这个电极到那个电极之间 它们就是这个插值 我们放大呢 实际上就是要放大这个插值 是吧 就可以去掉 共模干扰 还有实际上更很重要的一条 大家想一想 集成电路也好 BAT也好 它都是半导体器件 半导体器件是不是对温度比较敏感 温度变化以后 对它的工作状态会产生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是共同的 因为它都处于同样一个温度环境里面 当温度升高 大家都会有电流的增加的趋势 当温度降低 大家电流都有可能减小 那么这种变化 大家想一想 它是属于共模的还是属于插模 对是属于共模 包括工作电源 电源电压变高了 电源电压变低了 所有的管子都有这样的影响 而且变化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共模 那我们放大器工作的时候 要尽可能减小这种影响 就是关于 关于什么呢 关于共模信号放大能力的问题 是吧 下面我们再谈第二个事情 直接偶合放大电路的零点飘移 什么叫零点飘移 这个电路大家都知道 是主融偶合的对吧 信号从这里经过电容隔直了 经过这个隔直电容 传递到输出 这个电路 信号传递通路上没有隔直电路 这个属于直截偶合那个是主融偶合 那直截偶合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对优点它可以放大直流信号对吧 缺点呢 信号源负载有可能影响静态工作点吧 这是它的缺点 直流信号放大 比它有优势 静态工作点相互关联 如果这是只换了一级啊 如果是两级三级 那每一级的工作点都在一起调 它是相互影响的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直接偶合放大电路当中 最重要的最致命的问题啊 非常致命 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再说 为什么需要直接偶合放大 我们说它有很多缺点 也有优点 你有的时候的确 你放大直流信号 或者是频率很低的信号 你要用它 但是这个问题很严重 为什么要用直接偶合 有原因 一个你要放大低频信号 直流放大是吧 第二个还有什么呢 是这个 便于集成 大家想想 在集成电路里面 你要做这个电容 这个电容就很大 我们前面分析的时候 一般都是违法数量集版 电容很大 意味着它那个电机板的面积 一定会很大 那你要做集成电路 是不是要占很大面积 这个电容做起来 比电阻占面积就更大了 所以在集成电路里面 做大电容是很困难的 做大电很困难 你这种偶合电容 就需要很大的电容容量 那你要做这种电容 就非常困难 不好做的 所以集成芯片里面 大家可以 你实验室 我们做实验用的 什么5532 741 那些运程放大器 里面它都是直接偶合的 没有隔着电容 这样的话 它集成度才能做得更高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 这种直接偶合 放大电路 但是它有致命的问题 就是零点飘移 什么叫零点飘移 这里做个解释 输入信号为零时 输出电压不为零且缓慢变化的现象 这就是零点飘移 首先一个输入等于零了 输出它不等于零 按理说输出应该等于零 这放大器 但是它不等于零 而且这个不等于零了 它还随着时间变化 随着这个温度 它发生变化 零点飘移 产生零点飘移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列了两条 一条是温度变化引起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 第二个电源电压波动 会引起 这两条都可能引起零点飘移 衡量这个飘移的指标怎么衡量呢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衡量飘移指标它是温度每升高一度输出飘移电压 按电压增益折算到输入端等效输入飘移电压 要把输出的飘移要按倍数折算到输入端 这是衡量飘移的一个指标 这个飘移指标不再输出 不再输出衡量再输入衡量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你单看输出飘移大小 实际上跟它的放大倍数是有关系的 你就不能够横向做比较了 到底它的飘移哪个大哪个小 所以你折算到输入端以后 这个就可比性了 横向就可以做对比了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飘移严重不严重 注意折算到输入端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问题 温度环境温度和电源电压波动 对放大电路来说它是插墨信号还是供墨信号 温度影响对里面三气管影响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 什么叫供墨信号对输入影响是完全相同的对不对 大小一样相位相同 这是供墨 不同的才叫插墨 所以这里的影响一定是供墨 对不对 温度大家都会上升的 然后电源波动也都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供墨 接下来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 如果你设计的放大器 对供墨信号有很强很大的放大能力 那你说这个放大器好不好 不好吗 它温度对它影响很严重了 电源电压影响很严重 所以我们后面在讨论差分放大电路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追求呢 对供墨信号放大能力越小越好 就是要抑制这个供墨信号 所以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供墨抑制比的指标呢 就是要看你放大器对供墨信号 它的抑制能力强不强 对吧 好 我们看看这个直接偶核放大电路 看一看它影响的情况 我们这里做一个假设 你先看看这个多级三级构成的直接偶核 第一级是什么主台 第二级是什么主台 第三级是什么主台 能认出来不 第一级 输入输出 共设的吧 积极输入几点输出吗 这个呢 第二级 积极输入 什么级输出 还是共设的对吧 注意这个PNP管 还是共设 这第一级共设第二级共设第三级 共计电级 共计 三级 假设我们说第一级的增议是100倍 第二级的增议也是100倍 我们相位不管了 是看它的绝对值 第三级就是一倍 放大倍数是这样的 现在如果每一级的飘移 每一级在输入 每一级的输入飘移有100微幅 100微幅不算大啊 这个飘移 第一级第二级的输入都有100微幅的飘移 我们看看这个飘移影响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级飘移了100微幅 经过第一级放大要放大100倍吧 到这里是不是就10毫幅了 10毫幅再加上它本级有一个100微幅飘移 就这个 这个再经过它放大到这里是多少了 10毫幅放大100倍就要1幅了吧 到这里就是1幅了 再加上10毫幅 最后这个当然不变了 还是1幅10毫幅 你想想看这个输出1幅的电压都是飘移产生的 这就很严重了 你整个的工作电源可能就12幅 然后你这个信号出来也就是福特的数量级 你这飘移都有一幅 这个放大就很严重 很成问题 你要做一个比如说测温的这样一个放大电路 你说你的飘移都到了1幅了 你测出来的温度最多比如说是5幅 满两层5幅飘移有1幅 20%的无差这表能用吗 对吧 完全不能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零点飘移是直救和放大电路的致命的问题 因为严重的时候它就没办法用了 没法用了 可以看到第一级是最关键的 如果我们把第一级这个一幅飘移把它抑制下来 这个放大器还是可以用的 如果有电容隔职会是什么样情况 第一级的飘移能不能被一级机传到后面去 不能 不会通过放大传进去 所以主容偶和放大电路 它为什么有优势呢 零点飘移的问题几乎没有 因为第一级的飘移 这个飘移它的直流 频率很低的 经过电容以后 它早就被衰减了 或者被割掉 割直了 它就不能够被放大 被后级放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零点飘移问题 因为在直接五分放大电路两种太严重了 而运放它就是个直接五分放大电路 如果你在运放这个电路里面不采取任何措施 这个运放大气做出来一定不能用 没有用的 是吧 因为它的飘移会非常严重 好 必须要解决飘移问题 万一怎么解决 我们后面再说 这里又举了个例子 两个放大电路 这是个框图形式 这个争议是10的三次方 这争议10的五次方 现在我们已经测得输出端 大家都有20毫伏的飘移电压 输出都有20毫伏的飘移电压 问的问题是 不考虑信号调制方式 我们不会采用别的方法 两个放大电路是否都可以放大0.1毫伏的信号 怎么衡量 把它飘移输出的飘移要怎么样 对 要折算的输入去 把飘移折算的输入去 第一个折算的输入0.2毫伏 第二个折算的输入0.02 这一下就看出来的这个结果了 对吧 这个飘移有0.2伏 信号才有0.1伏 信号都被飘移淹没掉了 是吧 所以第一 第一个这个放大器是不可用的 是吧 第一个放大器不可以 第二个放大器可以用 这就是我们说 飘移带来的影响 飘移带来的影响 可以衡量的 数据衡量它们指标 怎么样减小零点飘移 直接偶合是我们避免不了的 运算放大器都是要用直接偶合 那你要解决零点飘移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现在至少有三个办法 或者三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 用飞线元件进行温度补偿 这个补偿呢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一般我们用户很难做到 这个补偿一般 制造商去考虑这个问题 可能更现实一些 第二个方法 调制解调方式 这个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用直接偶合放大信号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可能信号变化非常慢 信号变化非常慢 那你就只能把格子电源去掉了 直接偶合 现在我们换一种思路 我们能不能把信号先变换一下 换一种思路 是先把信号调制一下 就像我们广播电台一样的 大家想一想 那个广播电台发射出来的 这个信号的频率 是不是就是你声音那个频率 肯定不是嘛 那传不远的 它一定要发射出来频率 一定是高的 很高的频率 就相当于把你声音频率 调制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上面去 它发射出来是高频的信号 然后你接收到以后 你再从高频信号里面 把那个声音信号解调出来 这个方式是 这个思路是类似的 你变化不是很慢吗 我用这很慢的信号做一个调制 把它调制到比较高的频率上去 调制到比较高的频率上去以后 隔制电容就可以用了 用了隔制电容 你的飘移不就没有了吧 最后再解调一下 这种方式 它是变换信号的方法 第三种措施就是这个 差分是放大电路 实际上这种方法是最经济实惠的 你用上面调制几条 它的成本会增加很高 因为你要做信号变化 因为你要做信号变化 底下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它有非常好的 抑制飘移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介绍这种方式 要介绍这种方式 后面就是接下来差分放大电路了 差分放大电路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想一想 对差分放大电路有什么期望 希望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能够移植零点漂移对吧 这是个期望 还有希望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一定能够放大频率非常低的信号 甚至直流 这是对差分放大电路的两个期望